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曾经的创新领头扬到如今的萎缩 这一切的背后是政府对科技企业的打压和对私人企业的监控 行业内的专家和创业者无不感到沮丧 许多人甚至质疑还有谁会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中冒险创业 我们将带你了解这场危机如何影响到中国的创新动力 并探讨未来的投资趋势 随着国内外投资者的撤出 国有资本在风险投资市场的角色越发突出 这是否意味着创业精神将不在 而那些依然在奋力前行的创业者 又是如何在这样的挑战中寻找生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本期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我是您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金融时报的重要报道 这篇文章是由Eleanor Alcott和 Wang Swakiel在苏州撰写的 详细剖析了中国私营企业 尤其是风险投资行业 如何在政治和经济压力下遭受重大打击 在苏州的BioBay科学园区 这个曾经致力于人体知识的前沿研究基地 如今显得异常寂静 在一栋五层高的大楼里 曾经容纳了众多生物科技和制药初创企业 但现在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只是来自建筑深处的发电机的嗡嗡声 许多租户要么搬离 要么关门大吉 导致许多办公室空置不已 Opportunistic dealers抓住机会 将便宜的电脑和实验室设备运到马来西亚或印尼出售 其名片散落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许多地方都积满了灰尘 BioBay表示 他们希望将这些空置的空间转租给新公司 但这个曾经被誉为中国科技进步的典范的国有园区 如今的死气沉沉反映出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一个更广泛的趋势 在中国 风险投资层被认为是仅次于美国的最佳投资目的地 然而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房地产泡沫破裂 股市停滞不前 再加上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 使得美国投资者大多撤资 这一系列变化 尤其是习近平主席的政策决定 包括对技术公司被视为垄断行为的打击 以及持续的反腐运动 对中国的营商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两个科技巨头 腾讯的马化腾和阿里巴巴的马云 曾经带领中国成为全球重要的风险投资市场 然而 如今大名鼎鼎的基金 如尼尔仙的红杉资本中国 正艰难地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2018年 中国成立了51302家初创企业 而到2023年 这一数字暴跌至1202家 并有望在今年进一步下降 伦敦经济学院副教授Q Jin表示 这一行业对激发中国的创业活力至关重要 他警告说 全球投资的外流和中国公司估值的大幅下降 将会损害国家的创新驱动力 这场危机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放缓 还直接源于中国领导层的政治决策 这些决策大幅改变了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 过去几年中 这些政策变化包括打击被认为是垄断 或不符合共产党价值观的科技公司 以及持续的反腐运动 房地产大亨Desmond Sham表示 共产党扼杀了私营企业 成功的企业家如马云和马化腾 不得不面对严密的监控 无法将资金转移到国外 其交易和公开声明也受到严格审查 这整个行业的暗淡前景 在统计数据中得到了体现 许多初创公司出售股权时承诺 如果未能在规定日期内上市或被收购 将回购这些股份 然而大量公司的失败 导致风险投资机构 通过法律手段尝试追回资产 深圳资本集团自2023年以来 已经提起了41起诉讼 其中35起是针对那些 未能按规定日期上市 且未回购股份的公司 风险投资公司正面临着 来自外部投资者的压力 要求他们返还资本 作为结果 这个行业已经变成了一个追债的怪物 许多企业已经解雇了投资专业人士 转而雇佣律师或前法官来执行还款条款 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 不仅仅是资金池的缩减 外国投资者 富裕的中国人和企业投资者 都在撤资或减少对中国的曝光 留下国有玩家在市场上 占据了不成比例的角色 大约80%的资本 现在来自国有基金 对于一个本应高风险 高回报的行业来说 这种趋势是矛盾的 因为它要求基金经理保证收益 从而偏向低风险投资 在过去 美国的有限合伙人 只对中国基金感兴趣 而现在他们避之不及 许多公司现在主要关注制造业企业 认为他们风险较小 2023年 高级制造业公司 在新成立的初创公司中占比超过30% 这与之前几年生物技术 消费科技和教育站主导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这一快速萎缩的行业 曾帮助中国成为一个科技超级大国 但现在却阻碍了未来的创新 金融时报采访的多位高管和专家认为 投资者的债务心态 意味着在尖端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实验变得更少 这些实验本可以推动中国走向科技前沿 即使是北京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 现在也很难吸引到投资 2023年 生物技术和制药初创企业的融资 从2021年的峰值减少了60% 许多企业家选择不再依靠外部资本 而是通过自己筹集资金 借钱或贷款来创业 虽然大部分技术领域的资金寒冬影响显著 但人形机器人和电动飞行器这两个领域仍有一些进展 因为北京在近期的政策文件中明确表示支持这些领域 然而这些领域的商业化道路仍然遥遥无期 机器人仍然无法复制人类的灵活性和速度 而中国军方对国内空域的严格控制 也限制了飞行出租车的广泛商业应用 许多曾在2010年代快速增长中成立的基金 现在正寻求海外市场 并试图说服其投资者 他们有能力在原市场之外挣钱 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如红杉资本中国 Hillhouse Investment 5Y Capital和Renfund等都在增加海外投资 或更积极地在美国和欧洲寻找交易机会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时代 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不确定性 今天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请大家继续关注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以了解更多关于全球经济和市场动态的最新分析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点示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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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